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双方军力持续折损 先前传说俄军把性侵挂在嘴边 恫吓乌克兰女兵 试图影响乌军士气 没想到谣传中的卑劣行为 却被乌克兰当局带个阵着 英国太阳报取得 乌军拦截了一通俄罗斯通话记录 俄军爆料同袍 集体性侵未成年少女 乌克兰当局也指控俄罗斯行径 令人不齿 再加上俄军烧杀掳掠 毫不留情 逼得许多乌克兰民众 选择加速逃离家园 联合国安代名署表示 400万这个数字中 有超过9成都是妇女与小孩 就算成功逃出乌克兰却一刻不得松懈 因为毫无经济能力 语言不通又声无分文的他们 可能正落入另一场危机当中 根据CEN报道 人生集团因为了解乌克兰难民急于寻求其身之处 因此经常假扮成志工 等难民交出护照后 如果又付不出钱 就会被当成商品交易 进行强迫劳动 如果姿态貌美 更有可能沦为性剥削受害者 不管是顺利逃出乌克兰或持续被俄军围困在国内 对他们来说 只要俄乌战士一天不划下句点 就永远无法松一口气 三宁新闻 谢顶豪报导